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晚我走了 她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飞机即将起飞 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标志座椅拷杯 谢谢 上次在这里你还是空冲 现在都已经是我的秘书 只是秘书吗 我以为昨晚 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 没必要一个晚上都做完 我还是不得了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截眼 润润 润润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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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行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让他先好好休息吧 医生 会不会有危险啊 我们肯定会全力救治的 但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求求你 医生 哭什么 你看他其他那些女朋友们 早不来了 你也赶紧翻篇吧 我是代表公司过来的 这次是抢救回来了 下次就不一定 医生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以前一直诅咒渣男遭报应 谁知道这么零 你就不能怀念一下他好的时候吗 渣男除了渣以外 男转都好 他会时刻跟你分享生活 就算不在身边 也让你感觉有他的陪伴 只不过 不过 那可能是群发的 他会突然出现给你惊喜 让你觉得浪漫 但他绝对不希望你也给他这样的惊喜 老公 他追你的时候会很甜 你觉得自己就是偶像剧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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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他就会对你说 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 没必要值得为他伤心 你说他要是醒过来了 会不会就变好了 晓晓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没了他 你可以过得更精彩的